圣经背景多面看,今天来到第七讲。 今天要讲到的是以色列律法与宗教。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要讨论到 要将施恩座安在若跪的上边。 先来读一读圣经。 圣经是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节。 要将施恩座安在贵的上边, 又将我所赐给你的法版放在贵里。 这个时候要考考大家。 以色列是有七节期的,记不记得? 哪七节期呢? 第一个就是语节,很多都熟。 第二个就是随交节。 第三就是初熟节。 第四就是七七节, 但是又称为五秦节。 而第五就是吹国节。 第六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属罪日。 而第七就是住棚节。 七节期里面三大节期,就是如月节。 五秦节和住棚节。 以色列又有五祭。 记不记得哪五祭? 第一就是凡祭。 第二就是数祭。 第三就是平安祭。 第四属罪祭。 而第五就是属谦祭。 在会幕里面,又有七件圣物。 记不记得? 这七件圣物包括在外院, 跟着进入圣所, 最后才是至圣所。 在外院里面, 就有什么圣物? 七件。 第一就是童祭坛。 第二就是洗作盘。 这两样经过之后, 就进入圣所。 第三是什么呢? 就是陈切柄的卓子。 而第四就是金灯台。 而第五就是金香坛。 而第六很出名的,就是约桂。 第七就是六样的。 祭坛。 洗作盘。 陈切柄卓子。 金灯台。 香坛。 约桂。 在这个图里面, 没有第七样的。 咦? 又说七圣物? 为何没有七件圣物都齐齐家? 原来这七件圣物的其中一件, 就是约桂。 约桂的上边, 就有第七件了。 那个就是施恩座。 所以施恩座, 加上约桂, 可以是一件又可以说是两件。 圣经正话都读过的, 出埃及的二十五章二十一节。 它说要将施恩座安在桂的上边。 所以因为它在正上边, 看下去就没有另外一件, 其实两件合起来成为一件。 这个约桂, 它就说要用造甲木造一个桂。 长多少? 两爪半。 闊多少? 一爪半。 高多少? 一爪半。 二爪半, 一爪半, 一爪半。 好了, 又要用精金造施恩座。 长多少? 两爪半。 诶? 正话又是。 闊多少? 一爪半。 诶? 这里没有说高度的。 有解释就是说, 为何长、闊一样呢? 因为原来在约桂里面所放的, 就是神的法版。 法版就是律法, 就是神人相遇的地方, 必须人要照着神的说话和要求去做, 才能够得蒙神的越纳。 所以, 律法即是约桂要求多少? 那又怎样呢? 诗恩座同样多少? 因为诗恩就是说, 耶稣基督帮我们造成这个救恩, 律法怎样要求耶稣基督就能够完成多少? 但问题就是, 为何他没有说过高度呢? 一些学者解释就是, 因为神的慈爱, 神的恩典是高深莫测, 何等的恩典? 所以, 不提高度只是代表了神的恩典, 很难够预测得到, 了解得清。 圣经这书又说, 要用金子除出两个基督帮来, 安在诗恩座的两头。 所以, 在约桂上面有诗恩座, 诗恩座的两旁就是有两个基督帮, 就好像这个这样。 这个约桂是由香港的一个艺术家所做出来, 将会有另外一个, 就会送来温哥华。 在我们温哥华以斯拉的小言的博物馆里面, 将会有这个一比一的约桂展出。 这个约桂会放在哪里呢? 在会幕里面, 就放在智圣所。 原来这个祭司, 在七节期里面, 其中之一就是这个负罪日, 只有一天而已。 一年一次, 他就要怎样呢? 他就要进入智圣所, 为以色列人负罪。 负罪之前要怎样呢? 有些解经家可能不是很清楚背景, 他就以为当时的祭司穿了祭司的服装, 然后就有金灵当、石楼。 当他进去的时候, 如果听不到金灵当, 即是说这个祭司就在里面死了, 可能他自己有罪, 不知道没有洗正, 就进去了。 然后找条线, 拉他出来。 事实上就不是这样, 这个是估计一下而已。 原来就是当他要进入智圣所的时候, 即是他原本的圣袍都除了, 只得那件白色的乙乎可以。 当时这个祭司要进入, 咦? 在智圣所的时候, 就有万子隔开了。 入不到那又怎样呢? 原来他在这个香坛里取了香, 就进去之前, 就捐进去的。 捐进去之前, 就将那些的香, 就分到整个智圣所, 都全部是充满着烟。 然后进去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能够躺着念, 面对面这样见神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神是智圣的, 人无论自结了之后, 怎样也好, 都不能够躺着念去朝见神。 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当入到去的时候, 在这个药柜里面, 有些什麽呢? 这一说就说, 摩西对阿伦说, 你拿一个冠子, 盛满了俄梅尔的玛拿。 存在耶和华那树, 要留在世世代代。 所以有人相信, 在这个药柜里面, 是有玛拿的。 另外,圣经里面说, 你要把这杖存在汇墨内, 发跪前, 就是我相遇的地方。 然后又提到, 于是摩西晓玉以色的人, 将他们首领的杖给他, 然后将十二根, 连亚伦那根, 都放在这个药柜前。 然后到最后, 亚伦的杖就发了牙。 亚伦发了牙之后, 那又怎样呢? 就要留给后世做一个记号。 即是说, 原来侍奉神的人, 是神亲自的简选。 所以你说我要侍奉, 如果神不简选你, 都不可以。 所以这个发牙的杖, 正正就是表明这一样的事情。 好了, 我们不禁要问, 在这个药柜里面有什么呢? 我们知道有法版。 有人就相信, 应该就是有这个玛拿一贯。 还有, 亚伦发过牙的杖放在其中。 但如果你要留意圣经这书所说, 就是放在法柜前留住记号。 之前也有圣经说, 这个玛拿就是在回幕法柜前, 神人相住之处。 意思就是说, 原来玛拿那贯和这个法雅像, 应该就是在法柜之前, 不在法柜里面。 法柜里面有什么呢? 法柜里面, 按照圣经五经, 即是摩西五经所说, 应该就是在法柜前, 不在法柜里面。 所以当我们来到《猎王》几上八章九字, 都很清楚了。 若柜里唯有两块石板, 就此以色列人出埃及后, 也说, 与他们立约的时候, 摩西在河列山上所放的。 再有一句说话, 除此以外, 并无别物。 所以, 应该就是在这个法柜里面, 只得法柜。 另外那两件事, 就在法柜外面。 如果大家有去过以色列的话, 有去过一个地方叫做庭拿。 庭拿那一树, 现在是做了一个一比一的会莫。 这个会莫那一树, 也有七件性物在其中。 当我们进入至证所, 也有约柜, 和上面的诗音座。 如果你打开了约柜, 即是推开了诗音座的盖的话, 里面有什么呢? 里面有三件事。 第一, 就是法版。 第二, 亚伦法牙的像。 第三, 就是有玛纳。 你说不对? 对啊! 当时解释人员就说, 应该这两件事就放在外面, 里面应该只得法版而矣。 不过, 当我们看希伯来书, 圣经又说, 有香坛, 有包住金的约柜。 柜里面有圣玛拿的金管, 还有亚伦法国牙的像, 并两块的约柑。 意思就是说, 在希伯来书, 都同样有三件事, 都在柜里面的记载。 会不会某个时候是在柜里面, 某个时候就放在柜里面呢?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大英姊妹想看多些的话, 在我们以斯拉的学习平台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的资料。 如果大家说, 我看完了, 我想参加你们的百般体验团, 即是我们的游学团, 又可以随时向我们报名来参加。 在明年的时候, 我们将会在马来西亚浸讯会神学院, 去负责他们的圣经背景, 文学碩士的课程。 如果大英姊妹有兴趣, 知多些, 或者想报名的话, 可以联络他们神学院。 如果你要了解有关这个课程, 那个章程, 要求, 以及到底每一课读些什么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连线, 下载到那个PDF。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